我们身处在汇瑞中西文化的香港 除了重视西方营养的实证医学之外 我们也经常受到一些传统中医饮食文化的智慧 不知道在饮食上 两者会否可以配合来达到健康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地邀请到 注册营养师、注册中医师、中素生博士 来和我们分享一个 《赢得起汇瑞中西饮食智慧》 有请Susan 谢谢 Hello 大家好 多谢主办单位的邀请 其实我从第一届开始已经一直有帮忙 希望下一届也请我 好了 我们今天就讲 汇瑞中西饮食智慧 首先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 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一些 中西融合、汇合的地方 包括文化、医疗、 饮食都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就想看看 究竟我们的中医和西医所说的健康饮食 究竟在历史来说 是大难也扯不住 还是可以相互相成 帮我们可以更健康一些 首先我们看一看中医的营养和西方的营养的历史 你们觉得哪个长一些? 中医有多长? 是不是有些人是我的学生? 二千多年的历史 有超过二千五百年的历史 你想想 这么久之前的东西到今时今日 会不会out了? 不合时宜? 是现在已经不合适用 还是原来跟我们现在西医不断说的健康饮食 原来是有关的 首先说一下 营养这个字历史很悠久 在中医的古籍里面已经有这个字 营是什么呢? 营者水谷之精气也 秦蜜上下观五藏六虎也 你看到什么? 这些营的东西是水谷 即是从食物来的一些精微物质 不知道是什么当时 原来现在我们知道就是维他命、矿物质、营养素等等 进了血管贯通全身 然后预养我们的全身 所以中医有一个传统的说法 其实是药食同源 大家是同出一元 对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帮助的 还有中医最基本的就是说要辨证论治 食物也是一样 你要看看自己的体质 然后适当地去选择食物 那又看看西医 你觉得西医的营养 大概有多少年的历史呢? 几百年 如果我说美国营养师协会是否厉害? 也很厉害 它的历史是一百年多一点 所以真的营养学来说 我们讲回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维他命、营养素、各种的矿物质 其实真的在二十世纪初期才发现 所以反而西方营养学的历史不是很长 但是有很多医学数据去支持 所有东西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 虽然不是完全清楚了 很多东西我们都还在发现 但是营养素我们需要多少 如果没有了会出现什么问题 比起来就会扭转等等 所以基于实证医学 还有西方所指的营养成分和食疗 都是按照个人的状态 疾病 身体的状况 年龄等等 很具体地有些研究和建议 例如每个国家都有建议的营养摄取量 例如中国、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 全部都有建议摄取量 大家所说的差不多 不会说某一个国家觉得某一种营养素的需要是很多 然后另一个国家就不是那么多 幸好大家所说的都是差不多 那我们再看看 看看很多年前 中医讲药食同源 原来无毒有藕 在希联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医生 或者有些人说他叫他一个哲学家 Hippocrates 中文是希波克拉底 无论是中医那四个字 或者英文那一抽字 你看完之后 药食同源 Let food be thy medicine and medicine be thy food 好像都是在说 差不多 总之食物和药物 其实都是这么重要 对我们的健康也是很重要 而那个年份其实很接近 虽然大家不能聊天 没有电邮 没有任何的通讯 但是大家意识到 食物都可以有些药用的价值 药物可能其实很多食物都有这个作用 再看看中医的饮食养生之道 如果你没接触过的话 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很神奇 因为祖字是多久呢 《皇帝内经》 即是我国然传第一部中医的著作 已经是二千多年了 四大的经典之首 亦是在战国的时期承书的 说的是公元前 即是你要将2024年再加下去四百年左右 即是二千五百年左右 他说到 上古之人 食饮有节 喜居有上 不妄作劳 故能凝与神区 而尽忠其天年 到百岁乃去 说的是什么呢 饮食重要 喜居生活重要 做运动紧要 不要太过劳 这样就可以身形 physical 还有 mental 你的神 神水 思考 还有身形的锻炼等等 都合适了 然后你就可以长两百岁 有健康 对吗 很简单 接着这二十四个字就很重要了 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叫你食而早舌 食而缓舌 食而小舌 食而淡舌 食而暖舌 食而远舌 这二十四个字 大家都看得明白 就是叫你们食而什么 早点吃饭 慢点 少点 淡点 暖点 还有软点 相反来说 你有没有很迟 很晚才吃晚饭 你有没有吃得很急 因为时间很赶 然后倒下去 你有没有吃得很饱 令自己饱得也不能动 有没有吃得很浓味的东西 吃即食麵 是不是连汤都喝了呢 放那些调味品 是不是很重手呢 然后吃东西 是不是经常喝冬东西 现在中医很流行 叫他们要走冰 要小冰 不要喝冬东西 这是大忌 因为会损伤脾胃 你有没有吃的东西 是暖一点 跟身体体温是差不多 因为这个是我们身体运作的最佳温度 所以你不能把它降得太多 食而软 这个以前很难你去理解的 因为我明明 从年轻 为什么要吃那么软的东西 不是老人家才吃软饭吗 现在我听很多牙医说 叫人不要吃那么多果仁 或者你吃的时候要吃慢一点 或者选一些不要那么硬的果仁 不要用自己的牙医 去跟果仁搏斗 为什么呢 你的牙医可能 尤其是年纪大了 很脆弱的 真的会崩溃的 崩溃了就没有了 所以食而软 你可以处理一下果仁 煮软一点 煮汤 煮粥 然后才吃 那就会软一点 软一点和慢一点都有关系 吃东西吃得太快 你都对牙齿不太好 如果吃得太多 会怎样呢 饮食自配 腸胃乃伤 你同不同意吗 吃个放堤 自助餐 两个小时任你吃 你就跟人拼命 然后吃完你觉得什么呢 苦饱 不育苦饱 原来太饱是什么事呢 是苦事 还有不育食后变饿 还有中日运作 就是叫你做什么 要做运动 不要吃饱就睡 吃饱就睡 其实都会影响睡眠 一会儿 这个节目过了之后 我就去B台说 吃得好 睡得好 那就是不可以 太近 吃饱 立刻睡 胃酸倒流 你就睡得不好 好 再说下去了 所以不懂节制 首先双脾胃 脾胃功能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 然后另一个唐代的很著名的中医 叫孙思苗 我很欣赏他的名字 因为爸爸妈妈应该是一些很谦虚的人 但是这个医生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中医 他说什么呢 善养圣者 先饥而食 先喝而饮 食欲索而少 不欲炖而多 常欲令 饱中饱 饱中饱 和饱中饱 最后那六个字很重要 你现在是什么状态 是不是饱中饱 饱中饱的状态 不是很饱 但是又不饿 这是一个最佳的状态 也是最难拿捏的一个状态 还有你先饥而食 先喝而饮 是要你的脾胃和身体关系 就是刚才说过有些心理 为什么这么紧要脾胃和身体关系 你现在可能很清楚你的iPhone有什么事 哎呀 为什么轻了机 或者为什么不动 按这个键 这个位置不是很敏感 但是你对自己的身体 你会不会感应到 我什么时候肚饿 什么时候口渴 要吃东西 需要吃多少 什么东西对我好 还有饱食即饿 则生白饼 说法一样 都是你不要吃饱就睡 真的很差 其实今时今日 很多人有那些 metabolic disease 即是三高 胆固醇高 血糖高 血脂高 其实都跟吃饱就睡 或者太晚吃饭 跟着就睡也有些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七成饱 很难拿捏的 但是你要记住 我不要吃到太饱 但是又不要令自己太饿 才出去吃东西 因为太饿你才吃 其实你没有什么 折制不了 因为你看到什么 你都会想吃 再继续说 明清的时代 这本叫《徐式居饮食谱》 都是一本很著名的 中医的养生的著作 里面有说到 人以食为养 而饮食失忆 或以身为害 即是懂得吃 你可以养生 不懂得吃 会影响你的生命 影响你的健康 所以英文有时候会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么 就反映你身体有什么状况 你如果喜欢吃的 那些业制东西 加工食品 很咸的东西 其实就会和 很简单的高血压 已经有关系了 儿生无缘妙 节期饮食而矣 所以又是说到什么 节制的重要 节制是否可悲 其实不是不能吃的 是你要节制 你要知道自己 你可以吃 不过不要太放松 吃这么多 这个也是我们要学的东西 很多东西都是需要节制的 就算你现在面前的电话 究竟你一天 或者一个月 或者一个星期 有多少的时间 你在看电话 你要节制 或者你知道 你的小朋友节制 也需要 你自己也需要的 再继续讲下去 回到皇帝内经 因为 未来如下的时间 我都会提到这句说话 皇帝内经 二千五百年前的 他当中提及到 五谷为养 五菜为冲 五粗为益 五果为座 气味合而伏之 以保证益起 一句不是很长的句子 但你看到什么在里面呢 饮食的智慧 现在现今健康饮食 均衡饮食的基础 就在那里看到了 你看到有 养 葱 益 座 你见到有 菊 菜 畜 果 见到有个五字 很简单 多元化的饮食 不可以偏食 肉 类 菊 类 菜 和果 都需要 正正就是 健康饮食 金字塔 美国的 My plate 其实都是在说 唯一一类没有的食物 就是奶类 你很少听到 传统的中国人说 我们去碰小耳 麻烦给你一杯奶 不会的 因为奶是 嬰儿以后 他们就不再饮了 只差了这一类 我们看看 里面每一类食物所说的 究竟中医和西医是什么 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将它 融会贯通 首先五谷为养 养的意思是 供养养护 日常饮食当中养护生命 五谷是最重要的 我们在这里听过 整天 在运动员或是做运动 其实做运动的时候 你最需要的一样 要转化得最快 成为能量的 就是碳水化物 而这类的食物 通常就在谷类里面有了 但不要忘记前面那个字 五字 所以你餐餐只吃白饭 朝朝只吃白面包 这个就是一字 你要加上其他的谷类 不同颜色 不同种类 中医的五字 亦都代表着五味 五色 五脏 他们的想法就是 你要有不同颜色的东西 来养回不同的脏腑 不同的味道的食物 不要独孤一味 你确实听过 独孤一味 其实独孤一味不是一件好事 要多元化 所以谷类有很多种 我们今时今日有泥麦 燕麦 紫梅米 红米 草米 野米 小米等等 你一想 已经有很多不同颜色 是的 不要今天一听完 就立刻做碗十谷米 如果你平时吃惯白米 或者白面包 你转成草米 我怕你的肠胃 顶不住 需要锻炼 和你的肌肉一样 今天听完 要做运动 不要马上回去 又要举一百公斤 肌肉也忍不住 所以应该慢慢锻炼 你吃白米 但是要混合一些 最简单 最容易身体接受的 就是泥麦 泥麦小小粒 你又不太觉的 可以加进去 另外早餐可以吃燕麦 然后试了泥麦之后 又可以试试其他的穀麦 又可以再慢慢加多一点 你就是锻炼自己的脾胃功能 第二 午菜为葱 葱有补充的意思 也有补充这个谷类不足够的地方 亦是辅助谷气疏通雍制 雍制这种东西 有时我们吃东西吃得太饱 就会觉得食制不舒服 蔬菜这种东西 天然就是热量很低 但是你吃了就会觉得有一个填充的作用 饱饱的 然后又可以帮你消制的作用 所以在蔬菜来说 你这里看到这幅图 其实有五色的蔬菜在里面 你看到有绿色的西兰花 黄色的粟米 橙色的红萝卜 白色的淮山 还有黑色的冬菇 所以尽量把你的饮食 蔬菜也好 多元化 颜色丰富一点 我们也很容易买到 香港很好 因为很多地方的蔬菜 绿叶菜 紫色的矮瓜 红色的甜椒 白色的你还可以买椰菜花 这类的蔬菜 尽量颜色丰富一点 中医所说的 其实不同的颜色 对应养回你不同的状 肝心脾肺腎 虽然这一个 我们未必现在 现今医学可以引证得到 但是颜色多 什么时候都好一点 我们稍后会讲 粟肉 五粟为益 粟肉可以帮助我们 保抑气血 滋养脾胃 用于虚拢劳卷 气血规虚所致的瘦药 里面当然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是我们用蛋白质 很主要的一个类别的食物 香港人最喜欢吃什么肉 最喜欢吃牛肉 吃得最多是猪肉 但是有益点 对我们的身体好一点 其实是乳类和海产 家禽类鸡等都不错 但是应该吃少一点 红肉的 这里你看到的营养素 好像是蛋白质 脂肪 铁 铁 银 维生素B集 都在各种肉类找到 而奥米加三脂肪酸 和维生素D 主要是在鱼 特别是在三文鱼里面 再看看五果围座 座就是一般作为腹食 有辅助主食的营养不足 主食就是谷虑 那有什么在生果里面 其他可能是我们不是拿到主要的营养素呢 维生素C 不是蔬菜都有的吗 我们中国人通常会怎样吃蔬菜 煮熟 煮熟了 从你浸洗煮熟这个过程 维生素C不稳定就不断地流失了 所以你一定要吃生果 因为生果主要是用维生素C的地方 辅助主食谷类不足够的地方 所以生果也是五色为主 香港也是很容易买得到不同颜色的水果 是吗 紫色的蓝莓 红色的草莓 草莓 苹果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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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的葡萄 黄色的葡萄 葡萄 现在这个气候最适宜吃什么生果 雪梨 对了 有些清润的作用 气味合而伏之以保证液气 那我们为什么 什么是气什么味呢 不是你闻到那些食物的很好的味道 而是四气五味 即是温热寒凉和生甘酸苦咸 这个就叫四气五味 保抑生命所需的精气 以养护身体从而得到健康 所以除了你要吃够不同类别的食物 畜肉 谷类 蔬菜 水果之外 在每一类里面也都要选择多元化一点 不同颜色 不同味道的食物 那你才可以得到全面的护养 全面的健康 全面的健康 你就可以补到些什么呢 精微物质 所有的维生素 和维生素 和气 益气 就是能力 你个人会觉得自己很有精神 很有力气 很有动力 去做每一天的工作 所以 这种种类别 其实不只是健康饮食 金字塔 在说的东西 而是在我们卖碗 美国 和不同国家 其实都很鼓励我们吃很多不同颜色的蔬菜 水果 谷类 食物等等 为什么呢 其实现在我们知道 在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外 还有很多抗氧化物质 很多在天然的植物食物中 含有的天然色素 都是一些抗氧化物质 好像红色的茄红素 黄色的叶黄素 薑黄素 绿色的叶绿素 移茶素 紫色 或者有时是深红色的花青素 这些食物中的天然元素 都可以减低炎症 减少细胞的氧化 保持血管健康 防止癌症和延缓衰老 所以我们不能独孤一味 或者只选一个颜色 需要多元化一点 而另外我们看看中药 中药其实八成都是草药 全部都是植物 我们现在发现它有很多有效的元素 是中药内自己独有的 例如人心友人心造金 亚毅酸在当归入面 玉米黄素在杞子 大黄素 五味子入面有五味子素 义母草入面有义母草素 发现了这些独有的元素 它的功能未完全我们知道和清楚 但是现在比十年前 比二十年前 我们已经知道多了很多 其实全部都有一些抗氧化的作用 到最后 不单止就是中西了 我们要带你去环球 看看饮食智慧了 凉瓜炒牛肉 正正就是体现了一样温性和一样良性的东西 夹在一起 就变成了中性少少 接着呢 士椒炒蜆 蜆是寒的 士椒是温性的 我们这些配搭 你不会将凉瓜炒蜆 因为两个人都寒的 所以你会用咖喱炒蟹 是季节 那你会用姜 或者喝姜水 接着就吃蟹 因为一寒一温 沙律菜加醋和胡椒粉 都是凉的东西 加了醋和胡椒粉 温和热的一些配料 羊肉加薄荷汁 也是一个温和凉的配搭 鱼生会配山葵 即是芥末 以及会吃姜 这些都是一些温性的东西 鱼生就是一些比较寒凉的东西 而当你吃天婦罗的时候 你不会碰芥末 你不会喜欢吃姜 因为这个已经是炸过的东西 属于比较温性 所以就会配萝卜的酱汁 有一些化气、消滞、消极、凉的作用 所以中西的营养 其实是可以相互相性 说起来的东西不是有冲突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运用中西的智慧 令我们大家吃得更加好 多谢大家 好,多谢Susan的分享 想问大家有没有东西想问一下 没有,不要紧 那我问一下Susan 如果做完一些高强度的运动 你会不会有什么东西 可以建议大家吃的呢? 无论中西或西式 做完高强度的运动 例如我跑完马拉虫 跑完马拉虫 其实可以先补充水分 其实你用了什么 你补充 这个就是一个 让你的身体回归平衡的方法 所以如果跑完马拉虫 多数出了很多汗 补充水分、电解质 炭水化物都很重要 因为你应该都会消耗了很多 而研究说 如果你补充这些营养素 水分、电解质、炭水化物 适当的蛋白质 亦都可以提升你的免疫力 因为消耗性的运动 做完之后 很多时候的免疫力都会下降 好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呂博士 钟博士 想问一下 中国几千年来 我们都喝茶 西方就有咖啡 其实里面的咖啡 现在在最新营养 如何看茶和咖啡因 这两个东西 哦 要明年说 这个题目 咖啡因 我好像有一年说过 茶里面所含的咖啡因 你也知道咖啡的不同种类 不同的冲调方法 其实都会令那杯咖啡的咖啡因 有所出入的 茶就更加复杂了 因为你知道多少茶的品种 我们怎样冲调的茶 都会影响咖啡因的含量 如果是很简单地说 其实茶 一杯茶所含的咖啡因 应该会比咖啡内的咖啡因 另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每个人代謝咖啡因 可能都有些不同 因为在座可能有些人 是喝完咖啡 即刻都睡得着的 有一些人 今早喝完咖啡 都可能晚上都睡不到的 所以其实每个人代謝咖啡因 是有些分别 你要好知道自己的身体 如果你代謝不了咖啡因 首先 其实茶啡也不是你的朋友 尤其是睡得不好 就要跟我过去听 吃得好睡得好 好了 我请问一下 是否你们不好吃那么多饭 是要吃其他的那些 炭水化合物 例如好像 意粉 麵 那些那样 好了 参加者有问 是否不好吃那么多饭 我看回香港人的饭食习惯来说 有什么是最缺的呢 知道吗 蔬菜 生果 政府不是经常说 每日二加三 你猜多少香港人是做不到呢 一本 你这么看得起我们 超过九成做不到 就是说 少过一成是做到 所以你看回自己的饭食习惯 会不会是某些太多 或者选择上太过精济 怎样都好 我想在座我给到的建议就是 你起码的目标是做到二加三 两份水果三份蔬菜 一份水果是一个拳头那么大 一份蔬菜是半碗熟菜 三份真的有多少 碗一半 记住 碗一半熟菜 两个拳头那么大的水果 就是你们的功课了 我希望明年来 九成人都做到 有什么问题是饭 饭就是不要吃那么多 你要想一下 你要多点吃其他东西 不要吃那么多饭 而是吃其他的饭食 如果要练食 那并不是 其实就差不多 但是饭里面 你都可能有不同的质素 比如你加了礼物 那质素就会高一点 面那些都没有问题 但是最重要不要太精济 好 多谢苏神的分享 那我们给予热烈的掌声给苏神 谢谢 谢谢大家